我蘇慕吾才是首富家的真情精 這次 要讓你們這對渣男劍米 自成代價 寶寶 今天是爸爸媽媽結婚紀念日 想給你出生了 咱們三個一起慶祝哈 北韓 你回來了 你看 我給你買了很多年 不玩 有這麼缺男人是嗎 讓我跟這個野種過去念日 你把妹子送我出差的時候 你就去勾引我哥是嗎 你真是經常滾了你 不是這樣 你聽我這次 不要 不要 我還叫我的孩子 還去勾引我哥 沒有 那他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這怎麼回事 我知道 我知道 沒我的允許 不重心 太陽 太陽 你吼什麼呢 你這個賤人 你這個賤人 還竟敢對不起北韓 北韓為了娶你這個鄉下人 放棄了首富家的千金 可你竟然犯賤 勾引我家大兒子 媽你相信我 滾出富家 哈媽媽 我現在來找北韓哥哥 方便嗎 哇 你都已經跟別人拍驗照了 怎麼還有臉賴在這兒 蘇自清 你來做什麼 我給你一天的時間 趕快跟副北韓離婚 吻出富家 是不是因為遭到燕照 是又怎樣 現在北韓哥哥已經認定 是你做了不要臉的事 你最好實相一點 趕快離婚 給我讓位 蘇自清 我是不會跟北韓離婚 不離是吧 不離就跟你肚子裡的小雜種 一起去死吧 王姐姐 我不會跟你搶北韓哥哥的 你就不要再打我了 北韓哥哥 我讓你在這兒反省 你敢傷害自己 我不行 背向你腳臂的嘴巴 我不相信 啊 北韓哥哥 北韓哥哥 你就不要再怪我人姐姐 是我自己的 我肚子痛 臭 臭 啊 啊 啊 李生 你想保住他 李生 怎么样了 长风受伤很严重 你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保小 保我孙子 大人死活无所谓 那保了 保大人 北韩 你疯了吗 你为了娶这乡下人 放弃了首富家千金 现在连孩子都不要了 你被贱人迷魂了头 子晴才应该是 我们富家的儿媳妇 子晴 你说刚才发生了什么 刚才 刚才王姐姐看见我进来 就自己装向了茶几 然后北韩哥哥就进来了 莫婉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但不是现在 我陪他 我的孩子 你知不知道 表情 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你们 好像 是你还well 你这事儿休息 你是杀了休息 莫婉姐姐 你别生气 我不会跟你抢北韩哥哥的 我现在就走 等等 你走什么走 你又没有走走走 不会啊 明明是她的后悔的 你为什么不想信我 莫婉 明明就是你自己撞上茶几流产的 你凭什么再去怪对子清 明明就是她把我推下茶几 为什么不敢相信我 要相信她的鬼话 我明白了 你们这是在往往我偷上破脏水 好给你这个小情人让位置是吧 莫婉 你现在学会道打一耙了是吧 明明就是你自己外人找野男人 你凭什么误会我跟子清 你为什么不肯相信我 你要是但凡相信我 我们的孩子就不会死 够 不够 我一定要让你们这队狗男 就给我孩子偿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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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终于能是你 怎么呢 我就是做鬼都不会放鬼 你以为她就好好跟我待着 给死去的孩子颤护 小琪 我们走啊 嗯 白杨哥哥 你千万不要跟姐姐离婚啊 离婚 在末晚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训前 想都不要想 去准备一份性子鉴定 末晚 这个婚 你非礼不可 你看看末晚那贱人干的什么好事 末晚 真没想到 连孩子都不是我的 北海你去哪儿 找末晚犯账 我 儿子 是妈妈对不起的 妈妈没有保护好 我 这个野虫 是谁的 他不是野虫 他是你儿子 白纸黑字写的清情中 你还在狡辩 王姐姐 你还在狡辩 你再怎么孤独寂寞想找男人 也不能做背叛北韩哥哥的事啊 苏思琴你闭嘴 哥 你自己在外面偷担人 你还关紫琴 你还说过那事情 我才是你的姐姐 闭嘴 你不配 你家害死不一致 你不配 你干的 有话给我 好啊 你跪下求我 求我我救话给你 你这么恨我 不肯是吧 行 那我养你儿子滚 你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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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算为难 我哪里变成了习惯 你出事挑战 放个坏子 放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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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求你 我现在就怀疑 我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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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求你 我求你 你说话 我求你 她遗忘 有一种悲伤 我回来了 啊啊啊啊啊 咱们啊 你洗洗等我啊 剩下河角 一朝 我 我 城外彼此的路 多嚮往 怎会失去梦想 我不会放过你的 不玩 这就是你被捧的 嗯 北安哥哥 天要下雨了 我们走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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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不前前 只要有傅北韩在 这些人还不是来巴结我 蝶宇是我和北韩哥哥爱情的见证 我会好好经营 也希望我们的爱情顺顺利利 感谢大家今天来到本公司庆贺新公司成立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的 有请副总 大家请看我们的品牌介绍 啊 啊 啊 这是什么 这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啊 这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 都结束吧 说心里话 那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吗 能过这些在我手里 千人 你怎么会来 穆环 你还敢来这儿 今天是我儿子的头妻 我当然要来 我狗子去 该滚出去的是你们这个狗男女 苏子晴 你这张遗照还真是好看 留在你葬礼上用 真合适 这个遗照是你弄的 还不是被你们所赐 害得我儿子连长遗照懂了 啊 对了 你的遗照也帮你准备好 到时候记得挂了 我 你找死 谁死还不一定呢 北安哥哥 你也别生姐姐的气了 虽然 不是你的孩子 但是 毕竟是姐姐第一个孩子呀 穆环 你就这么放不下 那个野男人的剑种吗 是啊 我就是要在这里 给我儿子拍你夫妻 我还要让你们这两个狗男女 给我儿子下跪道歉 在人海 爱恨看不上什么长预备 无非熟悉了某个相待 熟悉了 你到底都被丢出去 尽管我们散落在人海 尽敌 把这个疯女人 轰出去 穆小姐请稍等 我马上把这班人清理出去 祭奠未出生的小事 你说什么 刚才是谁说要把我赶出去的来着 我说的 你让你的人动我一个事实 白昂哥哥 他一定是疯了 我们把他送去精神病院吧 完姐姐 我会去精神病院看你的 白昂哥哥你在干什么 怎么还不带他走 这也不是我的人 那他是谁的人 别打了 你的人一个也进不来 不完 到底想要干什么 想知道吗 快下来求我呀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 这是首富千金 你敢动他 我只听命于穆小姐 这不是书家酒店吗 怎么会听一个乡下人的 子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贱人怎么突然有了这么大本事 该不会他就是 随家找回来的真金金 我 这不可能 动手吧 随家 贱人 你上了经理的床 经理才会帮你吧 完姐姐 你就算离婚了也不能这么方当吧 沐文 你就这么急不择什么 沐文你是不是疯了 闭嘴 你自己做了下件事还让我闭嘴 那 贱人 你住手 子晴 你快给苏总打电话 快来人收拾他 子晴知道 我告诉你 你当着所有人的面 讲清楚你的心理 到底是怎么回事制作这种闹剧 我可以不给四小打电话 放一旁 王姐姐 你要是道歉的话 我可以原谅您 该道歉 是你们这对狗男女 我不会说第二次 有本事就在 不见棺材不掉泪 子晴 打电话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怎么没有人接啊 是不是苏总太忙 给其他人打电话试试 喂 我爸呢 他怎么不接电话呀 老爷说了 要会的事儿 一切听沐小姐安排 什么 他竟然让我听不晚了见人的 怎么会这样 难道他是苏家千千 动手 放开我 子晴 你不是打电话了吗 这是怎么一回事 马上把人给我放了 你要是现在跪下来给我儿子 可以摆个头 我可以放过他的 我往我告诉你 你别太过分了 你当初在墓地撒我儿子骨灰的时候 你怎么不觉得你过分呢 哥你快救我 现在苏家人来了 怕了吧 是你怕了吧 我说最后一次 立刻跪下跟子晴认错 我就放了你 傅北海 我也最后说一次 你要是现在跪下来给我儿子赎座 我可以既往不咎 索梦 快 婉婉 你哥哥喜欢你吗 现在你回来了 他一定会好好保护你 子晴 你也是来给苏子晴打包无评的吗 哥哥 今天的事也不怪婉姐姐 她自从小产之后 精神状态就不太好 好像还和经理有一腿 苏子晴你 怎么了 我说这时间你还不高兴了 子晴 向婉婉道歉 什么 哥你说什么 我说 给婉婉道歉 苏总 你弄反了吧 应该是沐婉给子晴道歉啊 副总眼睛不要就捐了吧 省得拿来当败事 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要是耳朵不好谁一起捐呢 你和刚离婚的男人纠缠不清 还造谣婉婉跟经理 苏子晴立刻跟婉婉道歉 道歉 婉姐姐 你原谅我好吗 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好呀 看在你态度还不错的面子上 你跟贵宾偷情的事情 我就不讲 婉婉你又在胡说什么 怎么 都给你戴绿帽子了 你还笑着她 婉婉 生气了 我不过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怎么苏子晴能开个玩笑 我就不能开吗 婉姐姐 我跟北韩哥哥是真心相爱的 不管你怎么刁难抹黑我 我都不会离开北韩哥哥的 苏小姐想吃剩饭我没意见 但是麻烦你滚远点 我嫌恶心 婉婉 你什么意思 副总 你是不是促身做久了 人话都听不懂了 我让你带着你的田狗 给我滚 再敢动他一下试试 听你一个事 别跟这种人动手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带着你的人 滚 北韩哥哥 我不想你跟我哥打架 我们走吧 怎么不让他们跪下打架 就算撒跪了我去真心 你不想要染了我这个亲戚 谢谢 我是你哥 跟我客气的 婉婉 以后想吃什么呀 尽管跟我说 家里的厨师啊 什么都会做 好吃 雨萱啊 后天有个拍卖会 你带婉婉去 婉婉喜欢什么 就尽管买 还有啊 你不许拦着他 怎么会呢爸 我恨不得婉婉多买点了 婉婉的礼服我都准备好了 再加上我们的传家项链 这个我不能说的 这个太贵重了 你现在是苏家的千金 没有人比你更合适的了 正好啊 傅北韩也要带着子晴过去 到时候 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狠狠地打他们的脸 傅北韩和苏子晴也要去 那我得去会 那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我需要一个私家侦探 北韩哥哥 都是我不好 好 搞砸发布会 害你跟着丢脸 跟你有什么关系 都是那个沐婉太过分了 回头我让他跟你道歉 黄姐姐可真厉害 勾引的我哥 把苏家的传家项链都给了他 好 文文我有点事情 你先休息一会 好 跟我出来一下 北韩哥哥 傅北韩你放开我 我问你 你跟苏子晴什么关系 这 刚刚勾搭完了傅玉 跟我刚一步去勾搭苏子晴 你就这么缺男人吗 我缺不缺男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回答你 你到底有多少男人 你没资格置问我 你在左边 我今好又比一张照片 太感情迷 妈妈 你要是有什么喜欢的东西 尽管买 别心疼钱 嗯 好去忙吧 新勾搭的野男人又走了 下一个主要勾搭谁啊 反正不是你 我可没有吃搜饭的习惯 好 接下来拍卖的是粉钻戒指 粉钻 经过精心雕琢 像一颗盛开的玫瑰花 相窜着饰品 代表着美好的初恋 韩哥哥 我不就是你的初恋吗 你把这个戒指买来给我做婚戒 好不好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我的结婚钻戒怎么会在这儿 妈你看 我设计的婚戒做出来了 好看吗 北韩说好看 公司效益不好 你竟敢拿上等的粉钻当婚戒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妈 可是北韩他 戒指我会给北韩 北韩要是问起你 你就说不喜欢 别给我儿子找麻烦 听到没 哭什么呀 真是乡下来的 一身小架子气 粉钻起拍价 一千五百万 一千八百万 两千万 三千万 五千万 六千万 八千万 你有那么多钱吗 八千万 宛 Ana Canon 幾千万 三千万 有 $ Ham 你别到时候没钱了 再找北韩哥哥要 我個人 不是 那个情绪 我设计的婚戒 副总当初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给我卖了 怎么 现在打算买回去给新欢是吗 还真是让人感动 那小兔 九千万 这戒指我要定了 一个亿 丸姐姐可真有本事啊 是用了什么闯伤功夫 让我可以一直千金啊 莫丸 你不要互动了 行不行 你还嫌不过丢人吗 我设计的婚戒 就算是扔进垃圾桶里 都不会给你呢 这对狗男女 莫丸 你是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 不交价就给我闭嘴 好 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回事 一亿两千万 一亿五千万 你疯了 你真觉得私自权 能给你这么多钱 没钱那该不会是你吧 不对啊 我怎么记得你要娶的这个人 可是首富千金 一亿六千万 两地 不走 还跟 别叫了 我没有弄得留东四千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戒指 这枚戒指被你看上了 真是你糟蹭了 你明明就没有钱 非要往上交 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的团 要不信你就别跟了 两亿两次 有没有更高的价格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首富千金啊 副总 你还真是好夫妻 你同真人心回来 爸就不给我那么多零块钱了 要不是 你不会让这近人得逞 两亿三次 陈娇 恭喜沐小姐 沐小姐 待会儿你别这么快把你给钱 副总 钱你倒是没挣几个 学狗叫 你倒是学挺 我 我倒是要看看 你等会儿拿什么来 他戴的项链 是我苏家的传家宝 怎么落入外人手里的有待考证 如果你们这次拍卖 敢收脏物作底呀 我们苏家一定会追究到底 苏小姐放心 今天只收钱 不作底呀 沐小姐要是没钱付 谁收我没钱付 黑卡怎么在你这儿 这是全球限量的黑卡 刷卡金额没有上限啊 够付了吗 够 绝对够 只有我爸才有黑卡 他连我都不给 怎么可能给你 沐文 你的黑卡哪儿来的 怎么 副总也想来一张 可惜你没这个资格 我问你 你的黑卡哪儿来的老老实地告诉我 傅北韩 放开我 你把水路放干净呀 算了我们走 哥 丸姐姐不过是拿黑卡里面的两亿买了戒指而已 他也不是故意的 你不要生气 哼 终于使得花钱了 你知道黑卡在他手里 黑卡是罢给的 有问题吗 怎么会 我问你 你为什么非要买成继续 放 我从容地存 有地存 就我的心穿穿 不曾爱过一 我自己骗自己 我问你啊 你接你坐的群 到底是什么 傅北韩 你要是有狂犬病 就去给我打疫苗 别在这里跟个疯狗腰在这乱咬人 不然你为什么 那就苏家的黑卡 刚下来像我们的几万戒指 你这样做 我就是我自己的 我买我自己的婚结 跟你有什么关系 莫文 你耍这些薪金 不就是逼我来找你吗 你是不是有病 我已经来找你了 你就不要得罪精致吧 我好 待会儿去把苏家的项链 还给苏子学 再去跟子杏道歉 这事不就算完了 该去精神病的人是你 你知道了 欲擒故纵就叫对我没有用 趁我现在还好说话的话 你乖乖的去把苏家的项链 给还回去 这件事情 我就记忽了 傅北韩 你哪里来的脸跟我计较 怎么 我花了苏家的钱 你不开心了 你以为 花着苏家的钱 拿着苏家的婚戒 还有项链 苏子学就能娶你吗 我告诉你 苏家的门槛比傅家还要高 苏子学就是在玩你 关你屁事 怎么 调查有结果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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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